位于沙伦海岸靠近自行车道旁的路口处 今年2月初在地的居民就向里长来反映 发现有工人正在进行围离设施的重建 里长发现之后相当的气氛向市议员成委洁来陈勤 并且表示沙伦海岸是大家的公共财 怎么可以容许政府说封闭就封 后来才得知是地主国有财产署所为的围离 原因就是接到太多沙伦海滩的违规事件 位于淡水沙伦海岸靠近自行车道旁的路口处 今年2月初有在地居民向里长反映 有工人正在进行围离设施的建制 而里长发现后相当气愤的向市议员称伦杰来陈勤 并且表示沙伦海岸是大家的公共财 怎么能够容许政府说封闭就封 而后来才得知是地主国有财产署所为的围离 而原因就是接到太多沉勤沙伦海岸的违规事件 但是里长也希望相关单位应该有更好的管理方式 并不是眼不见为净的封闭沙滩 对里长来讲 我认为沙滩是属于公共财 应该是让每一位民众都可以进入到沙滩 来在沙滩上面行走或是疏压放松压力的一个地方 所以也见请国产署这边来将本来比人高的围离 施作成变成磨形钢的钢架锁在这些地板上 让我们的民众也可以来进入 而嚇阻沙滩车的进入这样子 在经过协调后 虽然目前围离已经撤除 但一旁还是可以看到当初建造的铁网设施 而这些铁网超过一个人的高度 里长表示 日前也有邀请新北市政府观光局 消防局高滩处 环保局警察局 国有财产署北区分署 以及淡水区公所来进行协调会 而也感谢市议员陈伟吉的协调 才不会让沙滩海岸被封闭 那当然国产署医院全署的关系 那又有这个很多的民众的一个检举 所以他们的决议就是把海滩做个围离 把它围起来 但是也造成附近的民众会认为说 这样子海滩的使用上 可能会有一些不方便的一个情况 至少在入口处是用摸行钢 至少可以禁止这些违规车辆进入 但是呢民众还是可以来使用这样的一个沙滩 是否请市府看哪个单位 可以任养这一片海滩 这第一个 第二个那我也有提出说 那未来有这个沙伦文创园区 那是也请文创园区来任养这一点沙滩 让这个沙滩可以连成一气 沙伦海岸每到假日就会吸引许多游客 虽然明文规定不能下水游玩 但是海岸美景更引来许多游客散步拍照 市议员陈伟吉表示 当初各局处都接到有检举沙滩车 还有马粪垃圾等情况 才会让国产署干脆直接封闭沙滩 而现在除了会将围里改为 摸行钢车档设施 让行轮可以通过 由于沙伦海岸目前没有正确的管理单位 因此也要求市府要找到任养单位 来维持沙伦海岸的环境品质 记者许多安一带水采访报道